江湘公所连续办理三个长次的废干电池 农药品以及废弃手机兑换毫礼 即环保宣导活动 由村长以及环保志工带头响应 获得民众热烈回响 26号上午永安社区活动中心举行压轴场 而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 感谢乡亲们对环保工作的认同 也呼吁大家用行动爱护环境 延展绿色永续家园 简安湘公所连续举办三个场次的废干电池 农药品还有废弃手机兑换毫礼 及环保宣导活动 厂长游淑珍表示 身为资源回收环保之优生的简安湘 维护亲近家园责任 不仅是由清洁队全权单起 也有全体乡亲和环保志工的共同努力 才可以让简安湘变得更美好 捷径家园大家一起动手做 从我们预防登革热小黑纹 环境的安全以外 我们遛狗不留便 我相信家园是大家的简安湘 获得了全化银线捷径家园第一名 攜手所有的环保志工 来维护我们所有的环境整洁 这次我们简安湘公所连续办了 三场的这个环保资源回收的说明 爱护环境捷径家园的这个动手做的身体力 疫情的方法 而家园游淑珍他也分享了居家环境清洁 重要性 不论是防止登革热 遛狗不留便 还有出于回收等 都可以在生活当中轻松动手做 也提升相容的优质环境 活动最后是由民众把家里头各式各样的回收物品 带来现场排队兑换精美食用的礼品 大家都是满载而归 借旅会简安相报道